76岁老人患上艾滋病 六个子女坚决不肯出钱医治 还指责母亲自作孽不可活 眼前这个躺在床上的老人是刘婆婆 今年76岁高龄的她 在不久前因意外摔倒 导致头上留下了些许伤痕 本以为没什么大碍 哪知道几天后身体急转直下 随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就在老人最需要子女关怀的时候 她膝下的六个子女几乎很少有人来探望 只有小女儿鲁书萍是个例外 自从老人病倒后 她独自扛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 白天在镇里照顾孩子 晚上就回家伺候昏迷的母亲 在鲁书萍看来 子女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她心中依旧有难以跨越的侃 那就是同为留婆婆的子女 为什么其他哥哥姐姐从来不曾看望母亲呢 尤其是在留婆婆最需要家人陪伴的时候 全都选择了冷眼旁观 这让她很是气愤 在鲁书萍看来 哥哥姐姐不来看望母亲的原因 无非只有一个 那就是老人患有艾滋病 事情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那时的留婆婆在一次体检中 无意间查出患有艾滋病 此后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各种疾病随之而来 几个月前的摔倒 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由于艾滋病传播力强 且无法被治愈 这让其他几个子女对她敬而远之 可艾滋病是一种传播条件 极为苛刻的传染病 作为一位常年生活在乡村里的老人 又怎么会与这种病搭上关系的呢 其他几个子女不愿来看望她的原因 又是否真的如鲁书萍所讲的那样 与老人的艾滋病有关吗 76岁老人患上艾滋病 六个子女坚决不肯出钱医治 还指责母亲自作孽不可活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调解员来到了老人的大儿子家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 此时刘婆婆的其他几个子女都在房间里坐着 而原本和谐的氛围 从谈起小女儿鲁书萍开始 就变得有些怪异了起来 似乎对于这个年纪最小的妹妹 他们积攒了很多怨气 鲁书萍的四个哥哥 是刘婆婆与第一任丈夫所生 还没等兄弟几人感受母爱的温暖 刘婆婆便抛弃了这一家人 投奔到新任丈夫的怀抱中 这让几个兄弟对于老母亲充满了怨言 在婚后的刘婆婆又生下了两个女儿 按理说 作为姐姐 她应该与亲妹妹鲁书萍的关系更好 可按照现场的情况来看 似乎她与几个哥哥走得更近一些 而这一切也与鲁书萍有关 两个月前 刘婆婆意外摔倒后 作为大女儿的她 第一时间通知了大哥 随后二人一同回村探望老人 当他们赶到村子里 鲁书萍并不在家 等了许久都未曾见到妹妹的她 看完母亲后 便与大哥一同回了家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大早 鲁书萍就带着自己的丈夫 强行闯入了她家 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殴打 因为在鲁书萍看来 姐姐回家看望母亲 又不和她打招呼就离开的举动 是在恶意毁坏她的名声 受到无望之灾的大女儿决定报警 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是作为姐姐的她 还是有些恐惧 她担心自己再去看望母亲后 又会被妹妹暴打一番 而几个哥哥对于鲁书萍也满是厌恶 原来就在几个月前 刘婆婆意外昏迷后 作为小女儿的鲁书萍 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 以不赡养老人的名义 把刘婆婆所有的子女 全部告上了法庭 这让几个哥哥对鲁书萍的态度 变得瞬间敌视 而他们之所以会抗拒与刘婆婆接触 起因和鲁书萍脱不了干系 之前几个兄弟对于刘婆婆的态度还算不错 经常会带着老人来镇上住上一段时间 但这时的刘婆婆已经患上了艾滋病 可除了与她朝夕相处的鲁书萍外 谁也不知道 但是鲁书萍却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几个哥哥 而是任由老人被他们接走 这几个哥哥开始怀疑起鲁书萍的动机 至于刘婆婆之所以会患上艾滋病 原因居然还是与鲁书萍有关 76岁老人患上艾滋病 六个子女坚决不肯出钱医治 还指责母亲自作孽不可活 原来刘婆婆的第二任丈夫早在她57岁的时候就已经离世了 按理说膝下子女众多 几个儿子虽然与她关系并不算好 却也愿意帮衬她一些 日子怎么说也不会过不下去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丧夫没多久的刘婆婆 很快就与同村的李大爷领了证 单身已久的李大爷 对这份感情很是看重 是真心实意的想和刘婆婆过日子 平日里对其也是百依百顺 家里什么事更是都交由刘婆婆做主 可就是这样一段让村里人羡慕的黄昏恋 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原因则与鲁书萍的丈夫有关 原来自从刘婆婆嫁给李大爷后 小女婿便三天两头地往李大爷家跑 让李大爷感到奇怪的是 每次小女婿离开时 家里总会莫名其妙地丢钱 小女婿来了三次 李大爷总共丢了一万多元 对于一名朴素的农村人来说 一万多元无异于是笔巨款了 可看在刘婆婆的面子上 李大爷没有深究 只是这日子却再也过不下去了 这段婚姻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然而就在不久后 李大爷居然听到了刘婆婆再婚的消息 那一刻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果然 以这样的形式去与他人结婚注定没有好的结果 之后的那段时间里 刘婆婆累积嫁人十多次 艾滋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染上的 作为子女 他们不相信这些都是刘婆婆的想法 毕竟对于一个老人来说 安稳的生活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可刘婆婆的晚年生活 却在结婚与离婚礼不断摇摆 很难不让人怀疑 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出谋划策 为的就是贪图刘婆婆伴侣的钱财 但当听到调解员说刘婆婆已经病危时 作为子女的兄妹几人决定一同去探望老人 可他们的到来却引起了鲁书萍丈夫的不满 似乎不愿意与几人有任何形式上的接触 走进屋里 看到一旁的鲁书萍后 原本沉默的氛围突然被打乱 几人很快便炒作一团 言语中满是对鲁书萍的不满 随着争端不断加剧 鲁书萍的四哥似乎失去了耐心 招呼几个兄弟后便开车想要离开这里 毕竟母亲对于她而言有些过于陌生了 兄弟几人离开了 留在原地的大女儿似乎也有其他的想法 因为早在她的父母还在世的时候 姐妹俩曾经有过约定 父亲归大女儿照顾 母亲则归小女儿 当初二人的父亲离世时 治疗费和丧葬费便是由大女儿一人承担的 之后母亲跟着鲁书萍一起生活 这些年里老人不断地改嫁 拿到的聘礼全部交到了鲁书萍的手中 在大女儿看来 既然妹妹拿了钱 现在老人就理应由对方照顾 在这个问题上 姐妹二人各有各的说法 一顿争吵无果后 大女儿也离开了现场 院子回归了以往的宁静 鲁书萍将继续照顾老人直到对方离世 只是一家人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究竟是谁的错呢 麻烦